今天一開始我們帶您關注 央行宣布要升息伴馬 這世紀三月份之後連二升 這下子繳貸款的人恐怕是首當其衝 因為代表房貸利率將要突破1.7% 這也創下6年新高 我們來算一下 如果以30年期貸款1000萬 等於每年就要多支出5000多塊錢 有兩年前才買房的房貸組就說 這個再升下去 繳不出房貸恐怕要賣房了 再加上這個利息的話 可能真的是日不付出 還款中的有殼一族 真的壓力山大 以為央行又要升息 讓接下來每個月貸款 都感覺越還越多 本行就是升息了 然後我算了一下 大概一個月多了快2000塊 攤開純折布拿出計算機算一算 UIS2020年買的29瓶消套房 貸款1000萬 每個月還款金額 從當初的1.2萬升到1.4萬 這次又升半碼 接下來繳不出來 怕是要賣房了 繳下去的話 是不是會還不起房貸 那是不是要把房子賣掉 因為我買房子的時候 它利息相對的是比較低 所以那個時候我買 我覺得是可以負擔得了 但現在因為升息升得太快了 真的吃不消 最新數據 4月乘坐房貸利率為1.561% 反映上次升息 5月房貸利率為1.6% 這回再升半碼 將佔回1.7 闖6年新高 以房貸金額1000萬 20年期來看 每月房貸金額就從4.87萬 增加到4.91萬 多繳464元 30年期房貸 每個月也會多支出486元 一年算下來就是5832元 所以第一個房價會 漲幅會縮小 第二個房市的炒作的層面 會收斂 第三個也因為這兩項因素 所以政府打房的力道 可能就會趨緩 房價應該是價量小增 這個今年的程度 還不至於到底 就是說價量都會微增 疫情加升息 兩隻黑天鵝影響房市 想晉升有課一族 接下來也得重新盤算資金 東三新聞 吳伯威夫一文台北報導 安貢